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至于运不运转将给政府决定 是吧 这是我的态度 你的态度 对 我的主张 可是现在立法院的一个案子 或者将来可能的公投的案子 就是核四是否停建 停止运转 不运转 所以停建与否跟运转是绑在一起 没有这个说建好不运转的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公投案否决掉了 也就是说要续建 而且要运转 所以说您的态度可能跟一方面跟行政院的态度 有一点不同 另一方面可能跟公投的题目也不同 最后可能跟实际的走向更不同 那怎么办 基本上我再三说明 这个我们经济部有这个责任 督促台电把这个工作做好 尤其是现在 假如将来民众不用何事 是因为你没有把安全工作做好 那我们我觉得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对民众交代 因为我们做不好 当然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但是公投说不让我们继续做了 把没有完成的工作不要做了 也不运转了 那我们会觉得非常遗憾 因为我们 非常遗憾 对我们觉得非常遗憾我们工作没有把它做完 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做完呢 民众仍然认为他不想用 我觉得那至少在我们经济部以及台电立场 所以你赞成公投这个最好的方式把公投跟见不见合适跟运不运转切开 因为公投啊 我必须很坦白 公投的怎么样命题或怎么样方式啊 事实上啊 我们不以置评 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参与这一块 那么 我意思说如果是公投投两张票运转的运转 但是 跟建设跟建设是分开的 那就不要谈心啊 对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 至少啊 现在社会大众对台电 对经济部与核四做的不好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全力把它解决 全力做 所以最后 最后民众做什么选择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事情是可以分开的 是可以分开的 是 但是呢 我觉得这里我可以接受啊 对但是我们 有一个问题是 问题我们的江院长 他是想避其功于义 他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对 所以他命题已经设定这样 但是我们尊重最后 也就是说 如果最后这样公投这样处理 结果我们有一些剩余的工作都不能做好 安全工作都不能做好 我觉得 蛮可惜的 我们的那个 这个没有办法对民众交代 因为花了这么多钱 结果呢 还有很多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你这样讲我同意 可是事实上这个院长也说 好 没有核安就没有公投 总统也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这个问题 就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什么叫逻辑上的问题 核四 不管是一号机二号机 依照您上次讲 不管是盖到95% 或盖到百分之多少 还没有百分之百完成 没错吧 是 一个没有百分之百完成的东西 你怎么说它是安全的 好 你必须盖好了才能说它是安全的 那盖好了 那就没有总统那个问题啊 你既然盖好了 就没有所谓停建的问题啊 那你既然要停建 你就没有所谓核安的问题 因为一定是不安全的啊 你盖了一半 不是一半 盖了95% 就停建啊 是 哪有说一部车 扫一个门 你说是安全的 是 不可以的啊 我想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上是有 总统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啦 黄老爷讲的我也非常了解啊 基本上啊 现在的工作啊 我想 黄老爷应该很清楚 比如说一号机来说 整个都已经做完了啊 设备都建置完成 没有设施完成啊 设备 没有试运转啊 没有 现在就是在做所谓安全检测 以广义来讲啊 这个都是工作 还没有完成啊 但是如果狭义是说 你这个设备 硬体的设备都做好了啊 嗯 那所以呢 呃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 嗯 包括我们经济部的态度 是 公投 即使不过 啊 我们在后面的工作啊 我们认为说安全有疑虑 甚至公投 最后结果说 哎 你继续做 然后继续运转 嗯 这是最后的结果 但是这是公投的结果啊 但是我们自己认为 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也不会去跟行政院建议说 就是我们要运转啊 对啊 所以重点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所谓的前提 就是政府一定要把安全的这个能够确认 才能够去让它运转 我懂 对 部长你的前提是 要确定安全才运转 对 但是 可是运转的前提是 确定安全才公投 但是那一部分是这样子啊 那一部分因为在 呃 我想黄委员非常清楚 现在圆轮会 它有一个checklist啊 比如说 你在装填燃料之前 你要做的是哪些完成 哪些呃 在装填燃料 在私运转 所以它有一个旗程 那个跟公投 可能没有办法去绑在一起 或者是去配合的 嗯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 也就是所谓 要确认安全疑虑 这一部分呢 就是之前 所有民众 对于核式建厂过程 发生的一些疑虑 包括林周朗先生提的数十项 上百项的疑虑 再改进事项 我们这个一定要去处理 那这个我也我也提过好多次 我们会 我们已经跟他 请教过很多次 请他 呃 跟我们说明啊 哪些东西 也花了这个很多时间整理了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去逐一理清 那二号机还没还没做完呢 你说一号机 已经大致上做完了 二号机 也是一样 一号机二号机 都会涉及到一些 之前发生安全疑虑的问题 OK 后面有些东西 其实还没有做 我们怎么能说 他是不安全 那我接下来 接下来请教部长 您说 国外的专家 这四月份就陆陆陆去进驻 来做一个 一个一个总的这个 这个体检 是吧 安全检测 因为我现在不喜欢用总体检 因为之前有做过 安全检测 好 那请问 是哪里的专家 您知道吗 呃 是这样子啊 这个 只是会说一文的 这个这个我也要说明一下 这个也是 林先生建议的 林先生建议的 对 林先生建议 他说建议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 技术人员 工作人员 呃 一二三场 他要认为说要抽调 每一个场 大概抽调15个人左右 所以将近50个人 然后我们从四月开始要做集训 因为你不可能说有专家 他就自己来做 他一定要有人帮着他做 他造他的这个 那专家这一部分呢 有顾问的专家 工程顾问的 有机翼的专家 是 有瓦瓦的专家 有瓦瓦的专家 那个原来会有一阶段一阶段 这是不同的 对对对 我们这个工程技术的哪些人 其实林先生他给我一个建议 就是说他完全要靠看这个履历 这是他一直在跟我强调 他说要看说这些 所以这事情不是你决定 是林先生决定 不是他的建议 建议我们根据他的建议 其实他也有建议我们说 向哪些单位去借价去找 所以为什么说分批来 因为我们四月开始是一个月的集训 是工作人员集训 集训完了五月了 对 所以六个月啊 我们说十月嘛 对不对 五月开始 对 五月开始上线 然后六个月 十一月啊 对 十月 十月 五六 可是这个我们的曾永泉 秘书长讲说 最晚八月啊 最快六月都要做完 我觉得可能 听他来听你的 不一样的东西 我现在他们讲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导致一样的结果怎么办 不不不不 这个事情是我在处理的 是你在处理的 是我在处理的 是你在intrust 听你的 不是 这个事情啊 比如说我怎么督促台电 怎么样跟那个 因为林中央先生 他一直是站在监督的立场 他不是说我们请他来当部 所以我也要问问他 我们这边怎么去配合来做 那也要请他帮我们提意见来看 所以所以我最清楚 好那如果到十月了 然后十月开始启动公投 因为十月确定 如果检查OK 投案开始启动公投 对 那这六个月就过 脱过明年了 六个月脱过明年 公投的程序要六个月 不是 公投什么时间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说我们这个工作啊 应该是在十月底啊 大部分的这一点其实我也问过林先生 他一直讲说 你不要跟我压一个时间 说几月几号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工作 希望说需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 那我说你 所以六个月 不是 六个月是预估值 对 估计一下 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可能更长也可能更短 对对对 没有错 他说他不去压任何时间 因为 因为要看到五阳高校到 就觉得说不要压时间 对对对 他说基本上有些工作的项目啊 他们希望能够确定把它做完 但是呢 先把重要的东西把它处理 是 预估啊 差不多十月应该有 可以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接下来回到这个 这个 我们中油的部分 我先提到 你知道 刚刚提到这页岩器 页岩油的开采 那么 你知道台塑在美国的 清油裂解厂 已经采用页岩器 来做燃料 做原料 来来这个裂解 做原料呢 估计可以降低五成的生产成本 那请问中油 有没有这个计划 就是说 我们开 我们开不开采 是一回事 因为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 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用不用 是另外一回事 那台塑已经用了 中油用不用 来 董事长也可以回答我 没关系 好 我先简单说明 等一下请他补充 是 基本上对于页岩器 这部分 我的了解 我想这个台塑在美国用 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美国 也会用 因为最便宜的 对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中油的部分 就是说 必须要让它能够 可以出口 我们能够取得 所以这部分 所以说重点 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厂 对 所以我们现在用不到 说明一下 所以我们的成本就比人家高 是 他是用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台塑在修宿那个厂 它确实是近年来 它是用这种 页岩器 碗道页岩器 来做它的 清油烈解的净料 那你还占尽商机 怎么办 这个 你还占尽商机 人家成本都比我们便宜 对 然后 这个售价 以汽油来讲 跟我们一样 以其他的这个 这个清油原 石油产品来讲 好 事实上在国际上 打败我们的竞争 是 那怎么办 没有错 如果在美国 就是投资这种 清油 我们的原色墙本 又比较高 会有这样的一个便利 但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 因为 页岩器 没有这么普及 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竞争上会 比在美国的公司 还要 还要 处于一个劣势 这是必然的 对 那怎么办 那目前因为国之间 只有 只有在美国 这几个这种石化厂 它会 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性 因为它是 基本上 它这个页岩器 它也没有外销 所以只有在美国 有这样的 但是台数那个厂 基本上跟台湾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这个竞争关系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全球的竞争 面对全球的竞争 将来如果在全球部局 中油有这个能力 能够在美国 设这种石化厂 这个确实是一个 一个大家可以考量的 一个方向 你只能说 你看王永庆老先生 会演读剧 当初他投资的时候 一元气也没有这么多 他只是一个 在那里单纯的 一个石化厂的投资 但最近的发展 确实是有帮助 这个 这些石化厂 美国石化厂的 工具成本有降低 到五成之多 是的 它那个 净料的成本 差不多五百多美元 那我们买这种 这天然气 比这些 这些 链接的这个 原调都要差不多上 一千块 这差差不多一倍 差也没有错 所以 好 那我再请问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认为 所谓 我再回到我们国内的油品 大家认为说 所谓 7D3B的公式 这个事实上是 跟我们现实的状况不符合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 你去7-11买东西 你比照全家的价格 来告诉你的老板 说 我是这个比照这个价格 这用膝盖想 就觉得这是怪怪的 毛毛的 那可是为什么 你们还要这么做 所以我的回答是什么 依据国际 技价习惯及模式 我们就明明去西非买 我们就一定要用 用布伦特原油的 的这个价格来计价 这有什么样子的 就是说 有必要这样子吗 你就是把这个 你要把这个公式 变得很复杂 把你的中间 就有个神秘的黑箱在里头 让大家觉得 消费者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有没有一个 比较可以服众的说法 对 因为7D3B 确实是反映中油 真正进口原油的 还是你去西非买 你跟这个 产油国买 也是要依照 布伦特的价格买 也不是 因为它是 技价它是一个价格 就是布兰特原油 跟这种 杜拜它是 这是你的技价价格 不是你的 实际购买价格 是啊 那么这里边 因为这个实际上 现在这个结构 也有转变了 所以我们跟布里的建议说 将来7D3B 在过去也要转变 有转变 所以7D的部分 现在加上什么 α值啊 降了一点 那么布兰特的 稍微增高了一点 如果真正反应的话 这个笔值 还要做一点调整 好 我们觉得 其实这部分还是 现在计价工资 要透明一点 比较好 好 谢谢部长 谢谢董事长